今天给大家带来蒲松林的短篇小说 《辽斋志义之田七郎》 辽阳人无成修,喜欢广交朋友 家里常常宾客迎门 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人对他说 你结交的朋友虽然遍及四海 可惜都是酒肉之交 只有一个人可以和你共患难 你为什么不去结识他呢? 无成修问,这人是谁? 那人说田七郎 无成修还想追问,忽然醒了过来 他心中奇怪,一早便出门打听田七郎是什么人 有人说是东村的一个猎户 无成修立即吩咐家人 准备了礼物,亲自登门拜访 来到田七郎家门前 他下了马,恭恭敬敬地敲门 不一会儿,出来一个人 看起来二十多岁 一双眼睛闪着金光 像山猫一样 头上戴着一顶油腻腻的圆帽 系着黑色的围裙 上面坠满了白色的补丁 那人行了个礼,问无成修 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 无成修通报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说 我途中劳累 想到您家里休息一下 那人便把他请进了屋子 无成修问 不知道这里是否住着一位叫田七郎的人 那人爽快地说 我就是 无成修发现 田七郎的家里只有几间破屋子 墙壁都摇摇欲坠 用树叉撑着 走进一个小房间 到处扔着虎皮和狼皮 门框上挂着一块破布 连个板凳都没有 田七郎在地上 铺了一张虎皮 请无成修坐下 两个人续谈了一会儿 无成修发现 他言语质朴 性格爽朗 心中十分敬佩 拿出银两相赠 让他补贴家用 田七郎不接受 无成修坚持要给 田七郎便拿去禀告母亲 不一会儿 他回来了 坚决不接受 无成修再三强行相赠 两人推让了半天 这时候田母走了过来 神情严肃地对无成修说 老身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不希望他和贵人往来 无成修值得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 无成修反复琢磨 不明白他们母子的意思 有个家人听到田家母子的对话 便如实告诉了无成修 原来田七郎拿着银子去见母亲时 田母说 我刚才看见那位公子 脸上带着晦气 必定会遭大祸 富人以钱财相报 穷人以义气相报 你如果接受了她的馈赠 恐怕日后要以死相报 无成修听后 对田母的贤良十分赞叹 也更加倾慕田七郎 第二天 无成修邀请田七郎来家赴宴 可是他推辞不到 无成修便登门拜访 坐下来讨酒喝 田七郎置办了酒菜 礼数十分周全 过了一天 无成修设宴愁谢 田七郎这才应邀前来 在席间 无成修赠他银子 田七郎坚决不接受 无成修便假装自己要买虎皮 田七郎这才收下 回到了家中 田七郎清点了自己储存的兽皮 发现值不了这么多钱 便准备进山打猎 可是连着几天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的妻子病了 更没时间去打猎 十天后 妻子病逝 田七郎办理丧事 把无成修的钱慢慢花完了 无成修亲自登门调研 馈赠丰厚 田七郎安葬了妻子 念念不忘报答无成修 又带了干粮进山打猎 连着埋伏了好几个晚上 终于打到了一只老虎 然后把整个老虎送到了武家 无成修非常高兴 请他在家里住了三天 田七郎坚持要回去 无成修就把庭院门窗都锁上了 使他没法出去 宾客们 见到田七郎穿戴朴素简陋 都看不起他 无成修却对田七郎另眼相看 态度始终十分恭敬热情 拿出新衣服请他换上 田七郎不接受 就趁他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换掉了他的旧衣服 田七郎没有办法 只好穿着新衣服回家了 田母让儿子退还新衣服 要回旧衣服 无成修笑着说 你的旧衣服已经拆掉做了鞋子 从此后 田七郎时常把猎到的兔肉 鹿肉送给无成修 他再也不来做客了 有一天 无成修去田家找他 正好他去打猎 还没回来 田母走出来 严肃地对无成修说 别来找我儿子了 你一定会害了他的 无成修惭愧地告退了 过了半年左右 家人忽然告诉无成修 田七郎为了争一只豹子 打死了一个人 被抓到了监狱里 无成修大惊 急忙去探望 田七郎见到他 默不作声 半晌才说 今后 拜托你照顾我的老母亲 无成修十分伤感 立即找到了县令 送给他很多金银 又用重金贿赂了仇家 一个多月后 田七郎就被释放了 田母看着儿子 感慨地说 五公子真是你的再生父母 我现在只能祝愿他 终身无灾无难 这就是你的福分了 田七郎想去感谢五成修 母亲说 去可以 但不必感谢 小恩可以谢 大恩不可谢 田七郎来到了五家 五成修好言安慰 他只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众人都怪他没礼貌 五成修却觉得他很诚恳 仍然热情地招待他 田七郎这次住了好几天 亏赠的礼物也毫不推辞地接受了 这天是五成修的生日 晚上他和田七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 三名仆人睡在地下 半夜三更时分 田七郎挂在墙上的配刀 忽然从匣子里窜出了好几寸 蒸蒸作响 闪闪发光 五成修吃惊地坐了起来 田七郎问 睡在地上的都是什么人 五成修说都是仆人 田七郎说其中必有恶人 五成修惊讶地问明原因 田七郎说 这把刀是从外国买来的 在我家已经传了三代人 这刀斩过数千手机 仍然是吹毛利刃 只要附近有恶人 他就会从匣子里跳出来报警 公子一定小心 远离小人 五成修连连点头 田七郎始终闷闷不乐 在床上辗转反侧 五成修说 吉凶自有天意 何必过于担忧 他说 我只是放心不下老母亲 五成修再三安慰他 他才叹着气说 但愿是我多信了 那天睡在地上的三个仆人 其中一个叫林儿 最得主人喜欢 还有一个叫李硬 笨手笨脚的 可是脾气暴躁 经常因为小事和主人顶嘴 五成修怀疑李硬就是那个恶人 天亮后就找了个借口 把他辞退了 五成修的长子叫五身 娶了王家的女儿 刚成亲不久 一天 五成修外出 留下林儿看家 新媳妇觉得公公不在家 就独自到园子里摘菊花 林儿突然跑了过来 调戏新媳妇 新媳妇吓得花容失色 拼命呼救 五身听到声音 急忙跑过来 林儿这才吓得逃走了 五成修回家后 勃然大怒 四处寻找林儿 可是竟然不知道 他逃到哪儿去了 过了三四天 才大听到 他投奔了一个御史的弟弟 五成修派人送去书信 请他交出林儿 御史的弟弟竟然置之不理 五成修告到县令那里 拘捕的公文虽然发出了 可是牙医们都不去捕人 县令也不追问 五成修恼怒万分 正在这时候 田七郎前来拜访 知道这件事情后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五成修吩咐精干的仆人 日夜埋伏 搜寻林儿 一天晚上 终于抓到了他 五成修见到林儿 立即令人责打 林儿口出恶言 辱骂主人 五成修气得暴跳如雷 他的叔叔武恒 担心闹出人命 就劝侄子把林儿送官法办 五成修于是令人捆绑了林儿 押送到了县衙 可是御史家的书信已经送到了 县官看过后立即释放了林儿 林儿于是更加放肆 四处散播谣言 说主人的儿媳妇和他私通 五成修奋满欲死 在御史家门前破口大骂 过了一夜 忽然听说林儿被杀 五成修又惊又喜 觉得终于出了胸中的恶气 然而不久 御史家就把他和武恒告了 说他们是杀害林儿的凶手 县令不由分说 抓捕了叔侄两个 五成修抗议说 我们根本没有杀人 县令置若罔闻 吩咐牙医拷打武恒 武恒年老体弱 受刑不过 竟然死了 县令见武恒已死 就放了五成修 不再追究 五成修把叔父的尸体 抬回家中 哀痛愤怒 不知所措 想找田七郎商量一下 可是他竟然没有来调研 五成修不由地想到 我待他不薄 他为什么忽然与我形同路人 难道林儿是他杀的 想到这里 他立即派人到田家探望 这才发现门户紧闭 寂静无人 一家人不知道到哪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御使的弟弟在县衙和县令说话 一些仆人在往院子里搬运财草 忽然一个侨夫从担子里 抽出一把锋利的刀 冲到堂上 直奔御使的弟弟 将其杀死 县令健壮狼狈逃窜 衙役们关闭了大门 拿着行杖围了过来 侨夫环顾四周 发现无路可走 便自吻而死 衙役们走到境前 有人认出他就是田七郎 县令惊魂未定 慢慢地走到尸体旁边 发现田七郎倒在血泊之中 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把刀 他刚刚松口气 想仔细观看 忽然尸体跳了起来 一刀刺死了县令 牙医们去抓田七郎的母亲 可是他已经逃走好几天了 吴承修听说田七郎死了 痛哭失声 有人诬告是他指使田七郎去行刺的 吴承修变卖了全部的家产 才得以免罪 田七郎的尸体被抛在野外好几个月 鸟和狗一直守护在旁边 吴承修出狱后 后葬了他 田七郎的儿子流落到了登州 改姓童 后来官拜傅将军 他回到了辽宁老家寻亲时 吴承修已经八十多岁了 还亲自带他到田七郎的坟上祭拜 一钱不轻受 七郎的老母亲真是贤良 更神奇的是 七郎死后还能报仇 只可惜他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可悲呀 田七郎警告吴承修 身边有小人士 他以为一定是经常顶撞自己的理应 却没想到 最后其被最喜欢的铃儿 害得家破人亡 很多时候 我们会被情绪蒙蔽了双眼 良药苦口 利于病 那些敢于坦率地对你提出批评的人 往往是在真诚地和你交流 真心地希望你变得更优秀 那些和你意见不同的人 有着坚持己见的勇气 也值得你去学习 所以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理智 才不会掉进鲜花下面的陷阱 感谢观看